艾仙山猛禽護理中心 在1994年建立 主要收留一些傷殘 已经顺化又或者被评估 不能野放的猛禽 教育游客有关野生动物拯救计划 和本地猛禽所面对的问题 同样在下山区的猛禽健身室 也致养了一些受伤 又或者正在康复的猛禽 猛禽字面上是指凶猛的禽鳥 主要是肉食捕獵者 有强而有力的灰 粗壮的脚和鋒利的爪 猛禽的食物由腐肉 其他鳥類、暴雨類 兩棲爬蟲類到魚類不等 在生態中 猛禽扮演著控制其他動物數量的重要角色 日行性猛禽 例如麻鷹、蛇雕、鳳頭鷹、普通狂等等 主要在日間活動 牠們的視力很好 而翅膀的軟毛尖而堅挺 可以迅速飛行以捕捉獵物 而夜行性猛禽 例如刁蕭、令角蕭、渴如蕭、渴臨蕭等等的猛禽 多數在夜間活動 貓頭鷹的頭部可以轉動270度 右助牠們在晚間的時候不動聲色地視察四周 除了視覺 貓頭鷹的聽覺也非常敏銳 而且翅膀的羽毛鬆軟 飛行速度雖然就不夠日行性猛禽快 但是很安靜 適合在黑暗和寧靜的晚上覓食 香港有很多猛禽在市區出沒 高樓大廈的玻璃外牆反射陽光 又或者天空的顏色 以至牠們產生雲圓 容易撞擊玻璃牆 很多被送來本源的猛禽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受傷 還有一些曾經被非法飼養的寵物 後來遭遺棄又或者虐待 被拯救來到本源 本源期望患病又或者受傷的猛禽 都盡快完全康復 並成功進行野放 但一些傷勢比較嚴重的猛禽 可能需要兩年又或者更長的時間照料 才可以恢復健康 但不幸地 有些猛禽甚至會終身傷殘 要保護猛禽又或者其他雀鳥 免於撞擊玻璃 我們可以在玻璃窗上面貼上防撞貼紙 以減低鳥類發生撞擊以外的可能性 在玻璃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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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玻璃窗上